给大家介绍一款 介绍这款是我们的专业周程跳绳 然后打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件 里面配件有一根套管 两个金属一种块 两根弹簧 然后就是我们的两根手柄 两根手柄 还有两根钢丝跳绳 一根黑色的 一根红色的 这是我们附近跳绳的所有配置 所有配置 下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安装这个负重块 我们首先把尾部的螺丝帽打开 把弹簧装进去 然后把我们的负重块装进去 在我们安装负重块的时候 一定要用力下压 然后去转动后盖 这个螺丝就可以上进这个手柄 然后同样的手法 我们继续上一款手柄 先把螺丝装进去 把弹簧装进去 然后是我们的负重块 用力下压 然后旋转 即可安装完成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这个钢丝跳绳 首先呢 我们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套管 然后跳绳的两端 也都有一个防滑帽 我们把这个防滑帽先去掉 把我们的套管 套在钢丝绳上 套在钢丝绳上 然后我们把 这个钢丝绳 插进 插进手柄的 手柄的螺丝口 然后旋转 我们的螺丝 即可固定我们的 钢丝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防滑帽 再安装上 手这个 就一端就接好了 我们接另一端 首先你要把我们的防滑帽 去掉 然后 插进我们的这个螺丝孔 最后上紧螺丝 然后最后插上 再装上我们的防滑帽 这样我们的钢丝跳绳 就安装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